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书求职记 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理讲堂 这2018年深秋的一天夜里 北方某市的一栋居民楼里 与对夫妻正在激烈的争吵 丈夫愤怒地垂着桌子 你老实交代 你跟那个男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妻子满含泪水 摇摇头 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住咱儿子的工作呀 听这话 丈夫是在怀疑妻子 而妻子呢 却适口否认 丈夫所说的那个男人是谁 这一切又怎么会跟儿子的工作扯上关系呢 要想知道这一切啊 我们得从一年前 儿子李东大学毕业说起 这妻子名叫林平 是一名公司初纳 丈夫李大强是大车司机 两人经济条件有限 这唯一的儿子李东啊 大学专业一般 家里呢 又没有什么人脉和资源 毕业以后就没有找到合适工作 于是整天待在家里是上网打游戏 这夫妻俩呀 是看在眼里是急在心上 在又一次找工作失败后 林平就传儿子 你表姑家的小超市正确人手 你过去帮个忙 每个月好歹还能挣个一两千 那怎么可能 我堂堂大学生 去站超市 岂不是被人笑话 这李东啊 当即表示反对 林平责怪儿子眼高手低 儿子觉得母亲是小看了自己 双方是不欢而散 过了两天呢 这儿子啊 就跟母亲说 现在流行个人创业 希望家里能够支持自己二十万元 和朋友呢 合伙开工厂 这林平打心里觉得这事有风险 可是架布着儿子的软磨硬炮 最后啊 只能背着丈夫 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又借了几万元 才凑够了二十万 交到了儿子手里 这拿到钱的李东啊 是信心满满 可是呢 还没过两个月 消息传来 儿子那个朋友啊 根本就是个骗子 他以投资为诱饵 诈骗钱财以后是卷款逃跑 等警方抓获时呢 所有的钱财都被挥霍离空 儿子李东创业失败 好不容易给他凑齐的二十万元钱 也打了水漂 身为父亲的李大强势 暴跳如雷 气急之下拿起棍棒 把儿子李东打了一顿 这让原本平静的一家三口 变得不再平静 可是没过多久 一件好事从天而降 让这家人摆脱了阴云笼罩的局面 这天丈夫到外地跑车 林平一个人在家 儿子是喜气洋洋地走进了家门 妈 我已经被一家大公司录取了 月薪六千元 过去呀 都是我不好 我一定好好干 不让你们再操心 什么 儿子早到新工作了 林平是喜出望外 再加上孩子的表态是聚聚在里 全都说到了林平的心坎上 他不禁感慨万分 这真是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啊 接下来呢 儿子果然是说到做到 天天是起早贪黑 努力工作 一个月后 李东是提前转正 月薪涨到了八千块 这林平高兴极了 鼓励他好好干 三个月后 这好消息再次传来 这李东是被提拔为公司行政部的副经理 年底还发双月薪 这接二连三的喜讯 让林平时又高兴又疑惑 这高兴的是 曾经不争气的儿子终于走上了正道 这疑惑的是 李东所在单位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为什么会如此重用他呢 这背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在妈妈的反复追问下 李东啊 这才有些难为情的 吐露了这份好运背后的隐情 原来呢 半年前 这李东啊 在外国家清理阁楼 翻出了一叠泛黄的书信 这里边啊 夹着一张年轻小伙的照片 他打开一看 原来这是二十六年前 一个叫唐建议的男人写给妈妈的情书 这里面充满着对妈妈的深深依恋 这唐建议的照片引起了李东的兴趣 受好奇心驱使 这李东啊 势在在网上搜索唐建议的信息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李东惊奇地发现啊 本市某知名公司的董事长唐建议 在网上的新闻报道的照片 和书信中照片是极其相似 这李东最终确认 这个知名企的董事长 就是给妈妈写情书的这个唐建议 这李东不禁心生疑惑 既然唐建议对妈妈用情这么深 那为什么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呢 不过话说回来 妈妈把这些照片和书信 藏在外婆家的阁楼上 说明呢 他并不想外人知道这对往事 作为儿子 也不好去打听妈妈的过往情史 想到这儿呢 李东就把书信又割回了原处 李东被父亲暴打 离家出走后 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外闲逛 这时他看到一家公司门口张贴的招聘广告 让他停住了脚步 然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这家公司的老板竟是给母亲写情书的那个人 这时一心想要改变现状的李东 打起了要进这家公司的主意 那么李东的计划会如愿以偿吗 第二天呢 李东收拾妥当 来到唐建议的公司 他推开了唐建议的办公室后 红着脸说明了来意 随后呢 把那些情书和照片就推到了唐建议的面前 摸着范黄的书信和照片 这唐建议的心里啊 是新潮澎湃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模样 他确认 这就是初恋情人林平的儿子 他思考片刻 将书信和照片收进了办公抽屉 然后通知行政部给李东办理入职手续 就这样啊 李东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唐建议公司工作 他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妈妈 但是呢 他担心妈妈会责怪自己 所以啊 隐瞒了与唐建议见面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 在林平的追问下 李东才坦白了利用妈妈情书求职的事情 然而呢 让李东意外的是 妈妈并没有责怪自己 只是告诉他 孩子 唐建议是我发誓一辈子不见的人 今天你在他的公司上班 我也不能拦着你 但是你求职的事绝对不能让你父亲知道 好的 妈妈放心 我一定努力工作 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不过 你和唐建议为什么要分手呢 这李东啊 就忍不住说出了压在心底的疑问 面对儿子的问题 林平百感交集 他泡上一杯清茶 向儿子回忆起那顿尘封已久的往事 26年前的一封情书让他的儿子获得高薪工作 26年后 写情书的人竟与他再次相见 他该怎么办 他会为了儿子答应对方的要求吗 情书求职记忆正在播出 26年前 林平在读夜校时 认识了兼职代课的研究生唐建议 这唐建议对林平是一见钟情 他是连写十二封情书 终于是俘获了林平的方心 这唐建议研究生毕业以后 进入一家国有事业单位工作 半年后 两人开始谈婚论嫁 不料这时 唐建议的妈妈同事的女儿亚兰 是疯狂地爱上了她 这亚兰的父亲是医院的院长 家境优越 唐建议的妈妈是苦苦相逼 要求儿子和林平分手 迎娶亚兰 最后呢 这扛不住母亲的威逼 唐建议只好向林平 是提出了分手 这林平遭受失恋打击 吞服大量安眠药 幸亏被及时发现 经过抢救 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捡回一条命的林平 心如死灰 在彭克的介绍下 结识了现在的丈夫李大强 这李大强的条件呢 是远远不如唐建议 但是他用真心去呵护林平 让受伤的林平 有了可以依靠的肩膀 一年后两人结婚生子 林平全身性地投入到家庭当中 慢慢地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但是他痛定思痛 发誓此生不再和唐建议相见 然而呢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时隔二十六年 这往日的情人唐建议 竟然成了自己儿子的老板 他没有责怪儿子用情书 找唐建议求职 只是为母子的命运感到悲凉 既然事已至此 那就顺其自然吧 因为林平知道 丈夫对那对往事是清楚的 他担心丈夫会因此多心 给家庭带来麻烦 所以他叮嘱儿子 务必要对父亲保守秘密 得知儿子李东现在这份工作 是通过他早年的一封情书得到 林平便让儿子李东 对其父亲保守这个秘密 然而不久后 一个电话再次让李东一家陷入危机 这天林平快下班的时候 意外地接到了唐建议的电话 唐建议说 那天李东找上门 我了解到孩子的身世后 就决定录用他 并在各方面有意培养和锻炼 当年是我辜负了你 一直想当面向你道歉 能给我个机会吗 唐建议最后提出了请求 感谢你对李东的关照 不过我发过誓 我们此生不再相见 说完林平就挂断了电话 遭到拒绝的唐建议有些尴尬 怎么才能说服林平和自己见面呢 唐建议陷入沉思 过了几天 李东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 月薪涨到了一万元 公司还为他配备了一辆轿车 同学聚会的时候 就属李东的职位和收入最高 看着大家羡慕的眼光 李东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对于唐建议的关照和提拔 李东万分感激 此时唐建议是不失时机地提出 想邀约林平见面 当面表示歉意 这李东想到妈妈的话 一时间有些犹豫 可是唐建议是公司的老板 自己又刚刚被提拔重用 此时绝对不用扫了他的面子 于是这李东是满口答应下来 可是怎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李东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为了哄妈妈开心 他用刚刚发的工资 买了妈妈心意已久蓝色钻戒 这林平是心花怒放 李东趁机就提出了 唐建议的戒命要求 现在职场竞争激烈 要巩固自己的公司的地位 希望妈妈能够继续帮忙 这带着钻戒的林平 谬过儿子的苦苦哀求 只得是点头答应 就这样啊 周末傍晚 林平和唐建议两个旧情人 在时隔多年以后再次见面 此时的唐建议儒雅沉稳 举手投足之间颇显干练 而林平历经岁月沧桑 更平添了一份优雅和风韵 唐建议告诉林平 自己的妻子性格过于强势 后来的婚姻并不幸福 这么多年来 自己一直对林平是满怀愧疚 并深深地思念着她 唐建议又说 一年前妻子因病去世后 自己就一直单身 他希望两人能够复合 这林平感谢唐建议 对儿子李东的关照 但却拒绝了她的复合请求 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都好自为之吧 林平和唐建议两人 时隔26年后再次见面 唐建议满怀愧疚的 请求林平再续前缘 不料林平却果断地 拒绝了唐建议的复合请求 然而 让林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仅仅持续不到半个小时的见面 却彻底地打破了 她平静的家庭生活 原来林平和唐建议见面时 被丈夫的亲戚看到 他当即打电话给李大强 提醒他不要只顾在外跑车 丢了老婆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以为后院骑活的李大强 是火速赶回家 逼问妻子与唐建议的关系 于是就出现了节目 开头的那一幕 其实李大强也一直没有弄明白 这原本不成器的儿子 在短短半年时间里 就做到了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这月星上万不说 还配备了专车代步 这亲朋好友羡慕之余 也不免在背后嘀咕 这李东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呢 现在他终于明白 原来儿子的老板是妻子的旧情人唐建议 他认定如果没有林平的帮助 儿子不可能一步登天 所以对于妻子的解释 李大强根本是不相信 林平 你老实交代 这些年你们是不是一直在藕断四连 为了李东的事 你和那个姓唐的都干了什么丑事 对于李大强的怀疑和指责 林平委屈得泪如雨下 一时之间 他又找不到自证清白的好办法 这夫妻矛盾是越来越深 儿子则坚定地站在了妈妈一边 这不仅于事无补 反而让事情变得是越来越糟糕 儿子向父亲保证妈妈的清白 可没曾讲 李大强是暴跳如雷 你来保证 你小子以为你是谁啊 你连自己姓李还是姓唐 都保证不了吧 天哪 这丈夫不相信自己也罢了 竟然怀疑到亲生儿子头上 这林平静呆了 这件事啊 要是搞不清楚 自己的名声扫地不说 这日子也早晚是过不到头 所以呢 他坚持要求丈夫和儿子 去做亲子见顶 还自己一个清白 李大强为逼迫儿子辞职 再次挥起拳头 母亲林平和儿子搬出家门 一个人出手相助 就在母子俩住进这套房子后 李大强又做出了一件疯狂的事 情书求职计 正在补处 鉴定结果出来了 这李东确实是李大强的亲生骨肉 林平本以为丈夫会因此烟气息骨 可没曾想 这李大强根本就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 他坚持认为 唐建业是妻子的救星人 儿子在他手下做事 难免会纠葛不清 惹人闲话 他要求李东立即请公司辞职 否则就断绝父子关系 林平苦口薄信的相劝 大强 现在工作不好找 孩子好不容易才站门脚跟 为什么一定要逼他辞职呢 这李东更是觉得父亲不可理于 自己凭本事得到重用了 凭什么说就是靠着妈妈的救星上位呢 这不仅是对妈妈的侮辱 更是对自己能力的全盘否定 让自己辞职离开公司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就这样啊 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父亲和儿子是大打出手 林平上前相劝 这李大强竟然朝林平挥起了拳头 最后闹得是不可开交 直到邻居报警 警察登门才算平息 这李东和妈妈也商量 偏执的父亲随时有着暴力倾向 家里呢 已不适合居住 他带着妈妈就搬出了家门 住进了公司的公寓 很快啊 唐建也得知了消息 他是心中暗息 一直希望能和林平重归于好 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 现在林平夫妻 薄顿激化 儿子老子大打出手 闹到了派出所 这岂不是天赐良机吗 于是啊 唐建也找来李东 递给他一串钥匙 我呀 在宾湖小区 有一套两居室一直空着 那里环境不错 你们可以住过去 一来可以陪母亲静养散散心 而且呢 这个地方啊 和林家也远 安全上有保障 这拿到钥匙的李东和妈妈商量 现在住在公司公寓 一来面积狭小 生活不方便 二来也怕别人有意看热闹 不如先搬过去 躲避一段时间以后 等父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道歉以后再行回家 李东和母亲原本只想换个环境 让他们和父亲都冷静一番 拿成想 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他带着母亲住进唐建业房子的这个举动 却彻底地激怒了父亲李大强 也使得唐建业也差点因此命丧皇权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林平住进宾湖小区后的不久 突然传来 唐建业遭遇交通意外的消息 这天一早 司机送唐建业从办公室到经济开发区 经过一个长下坡路段 刹车是突然失灵 好在司机处置得当 用车子侧身是刮蹭防护栏 强制减速停车 才避免了车毁人亡的后果 吓得唐建业是浑身冷汗 这好端端的车子 怎么会突然刹车失灵呢 是意外事件 还是人为原因呢 经过检查后发现 造成刹车失灵的原因 在于刹车油管断裂 而检测结果显示 刹车油管是人为破坏 而非意外事件 那么 是谁想害死唐建业 故意割断刹车油管呢 警方调取了公司的监控路线发现 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深夜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黑影 是潜入了公司的车库 他找到唐建业的车子 用工具把两个前轮刹车油管 割断后逃离 导致第二天 唐建业的车子刹车失灵 造成交通事故 经过侦查 很快警方就抓获了 恶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凶手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林平的丈夫 李东的父亲李大强 到案以后呢 他是如实公述了 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来啊 李大强怀疑妻子林平和唐建业油染 和儿子发生知己冲突以后 妻子和儿子是搬出 一时间被人看了笑话 这一个人在家的李大强 是越想越窝火 当他得知 妻儿被唐建业 安排进了自己的住房 但又无法得知 确切的消息的时候 李大强将怒火 压上了唐建业 好你个唐建业啊 勾引我妻子还不够 现在儿子都被你收买 林平毕竟还是我老婆 你就敢金屋长焦 还把我李大强放在眼里不 不行 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难而退 得知妻儿都住进了唐建业的家里时 李大强是气急败坏 一定要找唐建业算账 于是李大强暗地跟踪唐建业 伺机包袱 可是连续跟踪了几天 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铁了心要报复唐建业的李大强 决定改变策略 白天下不了手 我晚上再来 这天晚上 他趁着黑夜时潜入了公司 割断了唐建业车子两车的刹车油管 真相打白 检方批准逮捕了李大强 那么法律该如何认定李大强的行为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法律关键词 破坏交通工具罪 这破坏交通工具罪啊 是指故意破坏火车 汽车 电车 船只 飞机 已经或者足以使其发生轻负或毁坏危险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一般来说呢 判断是否足以造成交通工具轻负或者毁坏的危险 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 首先呢 要看被破坏的交通工具是否正在使用 所谓正在使用 不仅包括正在行驶或者飞行中的交通工具 也包括经过验收在交付使用期间 停机带用的交通工具 第二呢 要看破坏的方法和部位 一般来说呀 只有使用放火 爆炸等危险方式 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坏交通工具的重要装置部位 足以造成车翻 船沉 飞机坠落的严重后果 才能构成这个罪名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这种针对交通工具的破坏行为 会危及到公共安全 如果针对可用于交通工具的工具的破坏行为 不会危及到公共安全 那么就不会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 检方认为呢 李大强出于报复 破坏唐建业汽车的刹车油管 造成了刹车失灵 导致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严重后果 并危及公共安全 依法构成了破坏交通工具罪 得知真相的林平痛心不已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丈夫居然会做出违法犯罪的事 但仔细想来 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虽然说没有做过对不起丈夫的事 但是利用旧情帮助儿子的心还是有的 如果当初能主动和丈夫沟通 说明原由 应该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也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后果和局面 考虑再三 林平向唐建业请求谅解李大强 表示丈夫即使被判刑 自己也一定会等他出来 这唐建业经历了这一番私立逃生 也终于明白 有些人错过一时也就错过一世了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他接受了林平的请求 向法庭出具了谅解书 请求从今处罚李大强 法庭综合各方面的意见 最终判处李大强 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四年执行 这个时候的李大强终于相信 妻子确实是清白无辜的 他向林平忏悔道歉 请求原谅 这儿子李东在失发以后 也离开了唐建业的公司 重新找了一份新工作 这风雨过后 一家人是破镜重圆 重归于好 观众朋友 成功没有捷径 感情不是工具 年轻人想成功 还是要靠资深能力和奋斗 同时家庭和睦 贵在相互信任 遇到矛盾问题 要充分有效的沟通 而不能故意隐瞒和回避 更不可凡事走极端 否则害人害己 后悔晚意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栏目公众号 再见 为了赢得网络上的晒新居比赛 他把和女友的亮照发到了网上 上传了许多女友的照片 并且配上了山群的文字 靓丽的女友引来诸多关注 同时也引来了情敌 为了找机会接近鱿鱼 他也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房 晒女友晒来了竞争者 面对多金又多情的情敌 为了留住女友的他 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体动 晒丢的女友